宣传贯彻讲话精神做好当前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进行研究和安排 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王燕文到会讲话 王燕文强调 全省宣传思想文化战线要把学习宣传贯彻总书记讲话精神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 切实做好各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 切实把全省干部群众的思想和行动统一到讲话精神上来 要精心组织好讲话精神的学习宣传 推动全省上下迅速兴起学习宣传热潮 继续深化科学发展在江苏成就辉煌看十年主题宣传 进一步畅想时代主旋律 深入研究总结两个率先的成功经验 更好地发挥理论引领作用 全力为实施八项工程加油鼓劲 充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 集中展示文化改革发展丰硕成果 着力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文化氛围 要以务实高效的工作作风 全力推进各项任务落实 以一流的工作业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2009年6月江苏沿海地区发展规划 上升为国家战略 三年过去了沿海地区坚持